由河東擁有的河東花園 上星期就被富豪張崇橋以51億的天價買起 藏出歷來最貴的屋地成交紀錄 張崇橋一生傳奇 15歲來香港 20歲已經有自己的集團 他以前是在大陸教廠的 聽說有幾十萬工人 原殖四川重慶的張崇橋 爸爸是化工廠工人 他15歲來到香港 20歲已經成立了預港集團 他不是今次今日有錢 他已經是二十多年了 很年輕 二十多歲就八百 80年代改革開放 張崇橋吃住國內需求這條水 電器、電子手錶、卡式帶等等 什麼都做 總之國內有需求 他就有供應 吃到當時氣候 張崇橋長穩長有 在2010年 他就以6億向九倉收及 香港駕駛學院 和擁有篩稅管理權的港通控股 國內富豪踩入香港 一手促成這次交易的 前全國政協委員 劉茂雄認為 這樣做是為了提高江湖地位 這間公司有三個主要股東 一個是新融資地產 國市家族 一個是香港理拉集團 國學院家族 還有就是中信泰富榮志健 所以變成這三個多百人來的 所以變成了張崇橋的港府地位 我大為提高